阿菲特難道也會被割韭菜嗎 去年第三季有重壓台積電ADR 結果在第四季 馬上就出錯了86%的持股 很多網友就說了 錯失了在今年這麼大的漲幅 是不是被割韭菜 沒錯 第一個我想 昨天晚上其實我們都在等 兩個重磅的消息 第一個當然就是CPI的公布 第二個的話就是 波克夏13F的一個報告 那我們心裡面本來是在想 因為它在第三季的時候 是加碼台積電 所以如果以台積電 近期的漲勢來看的話 搞不好第四季他還繼續買 但是沒想到等出來的一個消息 是真心幻覺情 結果不僅沒買 而且還賣 而且還賣了86% 對 所以賣了86%的話 他基本上第一個 他個人的持股也退出了 自己手中持股的一個前十大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對台積電ADR的一個持有排名 也從第一變到第25位 對 25名 但問題是 他賣了台積電跑去買蘋果 所以你會覺得說 其實蘋果有這麼好嗎 因為蘋果的股價 漲得沒有台積電多 如果以這段時間來講 但是他其實把蘋果 在上一季又加碼 流通在外的籌碼5.6% 包括他持有最高 已經達到了39%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分析 這一件事情 到底他賣台積電這件事情 是真心的看壞台積電 還是有其他的理由 買蘋果是因為蘋果 你有非常特殊性 還是你本身是一個 自己的操作習慣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14F裡面 最近揭露了很多的 操作的一個部分 但事實上我們會抓一個 所謂的Benchmark的話 就是紐約的退休基金 他的話基本上 在第三季的時候 他有買台積電 我們以他的值 然後如果他第四季的時候 他是賣 比他賣得更多的 我們也把他抓出來 所以就會列出來 這樣的一張資料 我們看到紐約州的 這個退休基金 在第四季的時候 出脫台積電AD 大概42.3萬股 現在比42.3萬股最多的 有賣到1000多萬股的 GQG Partner 然後再來摩根大通 這些都是我們熟悉的 從1100 400 300 100 然後到70 所以你可以發現一個 很奇特的現象 就是這一些對沖基金也好 或者是我們熟悉的 很厲害的操辦人 在第四季都在賣台積電 如果我們今天拿一個 放大鏡來看台積電 那就是真的台積電不好了 因為看起來賣這麼多 但是我們給各位做一個平衡報導 你可以看一下 喬水基金在13號的時候公佈 它第四季的一個持股報告裡面 它減持超微美光跟NVIDIA 換一個角度來講 就不是只有賣你台積電 他還賣什麼 他把整個半導體都在賣 半導體都在賣 對 所以你看超微美光跟輝達 那個市值這樣子賣下去的時候 套現的金額絕對不比台積電要來得少 所以現在回頭我們就跟各位來講一個結論 如果今天巴菲特是昨天賣台積電 那我們今天真的應該要擔心 因為現在的股價在相對高 對不對 所以他賣了以後 馬上的消息出來就直接跌 但是他是第四季賣 而且賣了以後 居然還給你漲上去30幾% 而且不是只有你賣 是大家賣 這個時候我的解讀就是 當時的市場氛圍太差 差到大家認為第一季 第二季 半導體狀況不好 所以就來賣 但是賣不下去居然還漲三成 我覺得大家應該反而是要用利多 來解讀這件事 而不是要用利空 所以我想這個前半導體的 很重要的策略分析師 這個陸先生 他這邊就有提到 巴菲特溢價 我們市場的興奮度已經完完了 就溢價這個一季就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一季就完完了 對 那接下來的話 台積電當然未來能不能再繼續投資 跟台積電全球的市占率 客戶三奈米 五奈米 七奈米的一個部分 跟整個半導體的一個佈局 當然這裡面要記得一個重點 就是外資持有台積電 不是因為配息 因為台積電的配息 相對於很多的股票來講 市比較少 對 那回頭我怎麼去解讀這件事情 首先我們來看 巴菲特有沒有被割韭菜 第一個市場上有兩個版本 按照第三季就是七月到九月 有一個說法是 巴菲特 波克加基金買在75.16 那另外一個報告有特別提到 可能是知情人士寫到68 對 70塊以下 70塊以下 好 那不管你是68也好 75塊買也好 你第四季在賣的 雖然沒揭露 但是我覺得非常有可能就是在80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台積電的好消息 還一直在出 可是股價開始走橫的 對 然後而且在這個 一月份之前的時候 還有小跌一段 所以我合理的在想 剛剛我們看到的眾家的投資公司 在賣的價位應該是80 好 這件事情基本上 我們一般的小白也好 老白也好都在做 買75賣80 這個很合理 這樣沒有賠 對 但是問題是 因為張數少的話 你會覺得這樣子賺很少 但是他張數太大了 很多 對 非常多 對 所以基本上還是有 這個有一定的一個利潤在 但是我覺得他賣的理由 第一個 巴菲特原先堅持是不碰科技股 他都碰船船股 然後為什麼他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面 會去買很多的科技類股 我覺得只要有護城河跟產業龍頭 這兩個原因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他也買蘋果 也買IBM 也買台積電 但是相較來講的話 他對他自己美國本土的企業 他比較熟悉 所以蘋果 IBM 就像我們很多人在操作股票 你說這個股票一直在漲 但是你不見得會持有 你會抱一個你喜歡 而且你抱起來有信心的股票 所以這些股票就是長時間 他歷經 因為畢竟台積電是這幾年才起來 可是你看蘋果也好 IBM也好 那個時間點已經拉長到20年 30年在美國的一個周轉 所以換言之 巴菲特是有信心 波克夏或他旗下的 基金經理人是有信心的 所以基本上他對半導體不熟 所以對台積電也好 對美光也好 他才會在這個地方去做差價 我覺得大家心態上面 應該要先理解這件事 而不是你台積電今天有特別差 而是整個半導體 我覺得巴菲特不是那麼的熟悉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說過的市場氛圍 但問題是他賣錯了 因為我們回頭來講 為什麼他賣錯這件事 各位可以去看蘋果的股價 蘋果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以波克夏在買進的價位 跟他的差價來講 絕對比台積電少 因為你台積電 巴菲特的操作並不省 他並不是說在下來的時候 買在相對低 然後上去的時候又賣在相對高 沒有 他沒有 他就是因為不熟 所以他在下來的時候 很可能就是一路攤 然後上去的時候他就一路賣 甚至是他直接就賣在巴斯這一區 所以我們不用把他的操作 拿來放大在去年的第四季 他面對的環境 我們把它時光倒流 我們要去看一下當時的環境 比如說Boston Partners 這個地方的研究主管 就有在特別提 他說當時的氣氛他的新聞是這樣寫 美國企業第三季不如預期 我們真正關注的是2023 廢的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的話 他的升息一定會把經濟打到衰退 所以2023的獲利一定會大幅下降 很悲觀 非常悲觀 所以在那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台積電有賺你賣不賣 你會賣 美國有賺你賣賣 輝達有賺你賣賣 你都會賣 然後再來美國的策略分析師 跟電話的主管有特別提到 標普500整體都要被下修 然後他們甚至在預估 第四季的獲利會減7.8% 就大概衰退7.8% 10月1號的時候 估大概要成長1% 結果你知道來回這樣差了多少 差了將近快一成 9%多對不對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通訊服務業的獲利 更會暴減20.9% 然後10月1號估的時候是什麼 只減9點多 所以當時的市場氛圍 不管是巴菲特什麼都會賣 可是問題是到了第一季的時候 就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過年期間 大家在放假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微軟 特斯 Meta 他們的股價 不管今天公布財報的時候 是利空也好 利多也好 利空就頓化 利多就敏感 股價都在漲 都在漲 所以後來那一段時間 台積電不是就漲了三成多嗎 第二個 農曆年之後 蘋果的財報 之前我們在節目上有分析 它是跌4% 這個盤前盤是跌4% 大家就認為很慘 因為它單季的營收年增 大概是減了5.5% 14季以來不如預期 結果你知道當天的一個 這個股價收完盤 是開低走高漲2.4% 那一家也就算了 Google盤前是跌5% 因為它的這個YouTube 我們之前說過 受到TikTok的一個影響 然後EPS1.05 不如市場的預期1.18 結果公告出來之後 收了一根大長紅棒 然後最後的話 再來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出來的1月營收 是首度佔上了 1月份佔上2000億 那個是歷史上最強的1月份 那天節目我們也來講 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來分析的 就是我們大家的市場恐慌 在今天一定達到極致 可是台積電今天並沒有收最低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在未來的一個發展 只要觀察台積電的溢價 有沒有再繼續縮小 如果台積電的溢價 沒有再繼續縮小 是比如說今天晚上 縮到一定程度的之後 反而從明天 後天開始 又擴大的話 我覺得台積電的買點就會到 充電樁相關的族群 包括市電 在今天亮燈漲停 包括中興電的是再創新高 其實現在看好電動車市場 現在包括像是河泰 就攜手市電騎而行 那麼現在來佈局充電樁 要請教友明哥 這個背後的傷跡有多大 第一個我想今天主要是 收到這則消息 把整個充電樁的一個族群 給帶起來 河泰汽車騎而行率 行市電合資1.2億 那未來5年要拿到 台灣的這個充電樁 50%的市佔率 50是一個非常高的一個數字 然後重點是它還有一個 叫智慧充電的服務系統 就是以後 我們不用去排隊在充電站等 我們可能在社區大樓企業等等 都會有一個配套的一個服務 那這裡面的話 河泰這邊出資40% 市電20% 企而行40% 那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以前尤其像去年 充電樁的體材就有 但是為什麼現在這個體材 一出來之後 今天就可以發酵 第一個去年的氣氛 跟今年的氣氛差很多 去年的話基本上是空投 所以大家沒信心 那現在的話 你看講一個CHAT的GPT 一個AI的股票就大漲 所以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消息的話 自然就會反應 第二個我覺得大家可能 還沒有深究一個理由 就是現在不是有充電樁就好 現在重點是要快充 各位可以去看到過年期間 中國大陸 你去看到在高速公路那個排隊 到甚至大打出手 對不對 大打出手為了要充電 可能要一充的話 可能說充十幾個小時 所以快充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市電有沒有快充 台灣有沒有其他的公司 跟市電一樣都有快充 我覺得這才是未來 2.0版的一個充電樁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賣電比賣有划算 所以Share這家公司 就是老牌的石油公司 2021年的時候他被告 他被誰告 他被荷蘭的海牙的法庭 國際法庭來宣判 他說你是全球最大的一個兇手 這個兇手就是你 氣候危機你要負責 所以2030年之前 你那個碳排放量要比2019年 你至少要減少45%以上 這個時候Share他為了要改變 他的一個企業形象 所以他把他自己在 北海油田的一個開發計畫 那個開發計畫30% 他把它撤掉 那個其實會為他賺很多 然後第二個 他開始把這樣的一個金額 去投入到所謂的充電樁 2025年他要在英國安裝 5萬支的一個路邊充電樁 像我剛剛講到的一個重點 你今天裝誰都可以裝充電樁 台灣任何跟電源供應器有關的 都可以去設充電樁 對不對 但問題來了 你有沒有辦法達到那個瓦數 你瓦數夠了你才有辦法充電 你看 他基本上 Share合作的五大廠商裡面 大部分 前五大 都有360K瓦的一個快充技術 什麼叫360K瓦的快充技術 就是小車只要5分鐘可以充飽 電動巴士15分鐘可以充飽 所以我們不講國外 中國他就跟未來汽車合作 台灣他就只有跟一家叫飛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泥 台泥這家公司 台泥在2021年的12月的時候 花了15.1億 在40.26買了飛鴻 9.9%的一個股權 然後要去做所謂充電樁 儲能跟智能電話 那個時候台泥發表了一則新聞 他就在問 台泥你為什麼要去跟飛鴻合作 而不是去跟台達電 甚至你不是跟其他的 他只講了一個重點 因為飛鴻擊敗了台達電 切到了歐底電動車 環島快充的劍持案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就引發了 我覺得大家可以慢慢的 把市電的新聞 跟這個新聞聯想在一起 你一定有他的一個力氣 東元現在在北美廠 東元的西烏馬達 因為他之前收購了這個西烏 然後跟飛鴻的分公司 還有美國的能源公司 三方合作 做了一個55吋的 一個最大螢幕的 這個水冷充電樁 來取代傳統的 然後四台車可以同時充 20分鐘可以充到六成的電 我們現在在講的 就是一台一台充 但他一次如果充四台 我們也不用全部充飽再上路 我們基本上充到60%的話 我們就OK了對不對 你就沒有里程焦慮 然後回家你再繼續充 這些東西所有的 都跟一個東西有關 都叫做快充 因為飛鴻早期 我們不光只有講飛鴻 等一下會講到台達電 Motorola Nokia HTC 你做電源供應器的 你基本上都會有 但問題是這些都是成熟 這個成熟產業 所以他以前是手機充電器大廠 對 那你現在要把它 轉換過去對不對 現在有很多的公司 其實都可以 幫我們之前分析的 很多信邦等等 現在未來的趨勢是這樣 2021年10月的時候 瑞典ABB電器公司 他率先的亮相了一款 360KW的一個快充 就是我剛剛說的 自從那一天開始 所有國內的人 大家都開始要往快充集中 但問題是你想發展快充 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 因為快充你必須要 六年磨一件 十年磨一件 像飛鴻就是六年磨一件 所以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 包含像這個Share的一個股價 各位他現在的一個股價 已經創了三年半來的新高 我把它解釋一下 三年半的新高 是已經突破了 美股創歷史高價 道琼納斯達克費半的 也創了台灣的 這個18619當時的高點 所以Share他已經創了 好 那是不是所有的石油公司 都像殼牌一樣 都創 沒有 艾克森美孚並沒有 所以只有殼牌有 所以我們這時候來把它的 一個歷史的一個軌跡 把它抓出來 2021年的5月的時候 被要求減碳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開始轉型 2021年12月跟飛鴻在一起之後 隔一個月開始藏紅 然後之後在最近的時候 就開始創新高 所以我要跟各位來講 就是說充電樁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時間到了慢慢的 然後就這樣子一直漲上去 好 那回頭我們再來看 為什麼有一檔公司叫台達電 本益比可以30倍這麼高 甚至比台積電高 他自創了一個品牌叫Delta 基本上是充電樁的一個龍頭 因為你有快充 好 我們再來看市電這一次 我們剛剛講到快充的規格 是360KW 市電並沒有 市電是350KW而已 但是問題是市場也買單 而且這一次美國的系統商 下給企業型 企業型是叫市電來去做 所以我今天來講就是說 台灣這幾家公司就360的就為二 一個台達電 一個就是飛鴻 350的話大概就是市電 我覺得這一些小行車 大概衝5分鐘 大巴衝15分鐘 剩下在家庭裡面的話 你就會用智慧電網來配 所以這裡你再來看 飛鴻的一個股價好 那這些都是有賺錢的公司 只有飛鴻沒什麼賺錢 可是你沒有賺錢的公司 你為什麼一直撐來40塊 那個後面一定會有大事 對 一定會有大事 市場上認為說 如果你六年磨一件磨成功了 那他這個股價就真的會有機會 一費衝天